哈囉大家好 我是Ryu 我是 從今年當作RyuTV的主持人了 Yuma 怎麼變主持人 怎麼了 從今年Yuma是RyuTV的主持人 為什麼呢 因為Yuma也學會中文 很多了 Yuma她說她學會中文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個自信 你們知道這個自信從哪裡來的嗎 她因為她最近呢自己就是在主持這個 日文線上課程嘛 所以呢她現在充滿自信對日文 她現在已經可以用日文教學了 用中文了 對 用中文教學了 我沒有聽過你的講話 天啊 所以今天是什麼影片 我們的新年 今年在日本過了嗎 過了 那過得怎麼樣 因為這一次的新年呢 我們能夠和家人聚會 我的家人 對 這是我們相隔兩年的見面耶 大聚會 而且這一次的聚會很特別喔 就是之前的聚… 之前的聚會都是比較閃 就可能五六個人聚在一起 那這一次真的是大家喔 幾乎所有的家人都聚在一起了 從來沒有見過到 從來沒有這麼大的聚會 什麼表姐的老公啊 對 全部一起來 那聽說我們的馬里西亞老公 六個 他外國人 外國人 對 是 跟日本老婆一起在日本過新年 嗯 好像有什麼 更愛上日本了的某件事情 那這一次呢 就是回來 跟Yuma的家人聚會回來的 就讓我覺得 這一次讓我更喜歡日本這個文化 對 那主要的理由呢 有三個 三個 三個理由 好 那 一起來 一起來 你真的很主持人耶今天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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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的距離感 漂亮的距離感 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漂亮的距離感 對 這樣子的 家人嘛 通常我們都說家人之間就不用客氣喔 親戚之間有什麼就說嘛 但是日本呢 就讓我覺得家人跟家人之間呢 會有一個小小的距離感 這個呢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哇 為什麼連家人都有距離感 日本都活得好累 可能你會有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六對我來說 這是一個漂亮的距離感 比如說就是Yuma的姐姐有小孩了 馬上說我們有拍過影片 有小孩了 然後Yuma的堂姐也有小孩了 那小孩跟小孩之間 就是我們這些做阿姨做遺葬的 要給小孩紅包 日本人要給紅包嘛對不對 お年寶 お年寶 那這個紅包呢 日本的媽媽們會講好 在給之前呢 你給多少錢我就給多少錢 就會在事先講好金額耶 對 這個讓我覺得很特別 我們馬來西亞的想法就是 我們收到越多 當然是我們越賺嘛 對不對 這個賺 等一下 我們是存得 等一下… 紅包是不是夫妻… 父母的錢 對 不是 小孩賺 是小孩 但是我會覺得賺到啊 會有那種賺到的心理啊 誰賺到賺到 媽媽 會 就是我給人家的小孩五塊錢 我孩子收到人家的五十塊錢 那的話我們當然是覺得 ガツポーズ 日本這個地方它的文化是這樣子的喔 就是自己收到越多 收到別人給自己的東西 像請客就好了 來個比方 你請別人 你請日本人吃飯 有些日本人很不願意 為什麼呢 因為你請他吃飯 人家就會覺得好像欠債 對日本來說就是被請客 或者是收到什麼東西 受惠的時候呢 會覺得自己必須要還給人家 所以會有那種負債的心理 對 其實這個也不只有日本 從人類文化學看的話呢 其實以前北美就是有這種文化 禮節攀比文化 就是說像一個村 我給你這麼多 你要還給我更多 那我要給你 你還給我的更多 就越來越多… 到最後呢 有一方不能還債的話 就會滅亡 這是…這原本是有的文化嘛 就像那個情人節也好 情人節女生送你禮物 你不要開心喔 女生送你禮物是要支配你喔 因為你在白色情人節要還禮 相手に与えることによって相手を支配するんだよね そのギブアンテグの本当の関係は 所以自己給越多就表示 其實自己賺得更多 自己給對方就表示自己已經收到了 相手を支配できるからね だからこそ 事前に話し合って 1000円 それもなし それもなし 我不欠你 不欠我 這個是漂亮的距離感 結局お金はプラマに出る プラマに出る後 交換したら 他にね 最近考えたら 1000塊 你給我1000塊 我給你1000塊嘛 那就雙方說好不用給是最快的嘛 但是這是給小孩的嘛 然後他們媽媽就是像Yuma的姊姊就有幫小孩 已經住好銀行的帳戶了 所以那個1000塊是直接進到小孩的帳戶 他長大知道這是他小時候收到的紅包錢 これもステキだよね 第二名 何你覺得愛日本的 第二名其實我愛日本 不是因為日本是一個社會好事 因為我自己突破了兩道牆 我 自分の話ね 我的 我的事 自分事だけど 像六道Yuma的親戚聚會嘛 其實我有兩道牆耶 第一道牆是我 是誰的老公 第二道牆是 我是外國人 あるよね 因為你們想像一下自己去 如果你們結婚了 你要去你老婆的那裡的親戚聚會 或者是你的老公那裡的親戚聚會的時候呢 なんか部外者對不對 自己是外人嘛 很難融入耶 其實就是 如果沒有努力的話 これも一つでしょ 再加上你是外國人的話 那更難融入 國際結婚的更重 有這種煩惱嗎 一定有這種煩惱嘛 當然 コミュニケション力が高い人は問題はないけど 那我這一次呢覺得 我找到了一個比日文 比語言能力更重要的共同語言 那就是 一般常識 像今年 去年就很多 就看了很多一些日本的古典小說 然後我就知道說Yuma的阿姨一丈 也喜歡看書 所以我們就開始聊嘛 平時有看什麼樣的書 然後就聊到 你喜歡那個 你喜歡泰財誌喔 我也有看泰財誌耶 ね 大家有サムとか アクタガワ アクタガワ そうそう 而且我們日本人的話一定會學國語的授業 對 出るから 嗯 然後Ryu哥在現場 因為大家都已經忘記了 初中的時候看的啦 秀門とか 雲門の日とか已經忘記了 但是Ryu哥是最近看的 最近看的 所以我記憶深刻 對… 熱く語言ったよね 衝掉給你 熱く 再聽 啊 對… 對… 其實也不只是這些 就是你看動漫也好 你看漫畫也好 如果對方是喜歡晉級的劇人的話 你跟他聊晉級的劇人就會聊得很開心 所以就變成說這個動漫啊 漫畫啊 遊戲啊 作品啊 這些共同語言呢積極的去吸收 還有那些什麼娛樂嘛 電視也好啊 明星也好 就這次共同話題呢 跟對方去 就找到跟對方的共同話題 去聊的話呢 真的完全這個牆會直接消失 確かに この感覚が強いのよね 啊 なるほどと思ったよ 那相手にとっても喋りやすいし こちらは嬉しいよね 初めて 就是他們感覺已經不把我當外國人的感覚がある 確かに 而且日本的這個過新年的時候跟 在華人的過新年的時候 我覺得不同的地方是 不知道說有人是這樣子的 可是在六個老家那裡過新年的時候 とにかく很多人會來進來進去的嘛 所以其實沒有時間很聊很深的話題 落ち着いてこゆっくり喋る時間はなくて結構很忙 很忙很忙很忙 這裡面的那種感覺 是… 坐下來吃飯 那最後 第1 やっぱり 察覺文化が気持ち 察覺文化 察覺文化 なんだろうな 我們之前拍過影片嘛 有個大叔呢 我媽媽的哥哥 他是 他是我們對日本大叔印象的模板 就是… 而且他剛好職位是課長嘛 課長 他每次都會講冷笑話 然後喝酒醉講笑話 然後cue六嘛 說 我覺得這個日本的這種文化人 你可以在六七米介紹 你覺得怎麼樣 六滾… 六滾你覺得怎麼樣 然後我就不曉得 其實我六有一個習慣就是 有時候親戚你知道嗎 親戚大叔大家喝酒很… 就是那種冷 你在你被冷笑話攻擊的時候呢 我就會覺得不想要回答 我就會…也不是不想 我有在思考 就是一直看著對方 但我在馬來西亞呢就是 就算我不回答 大家也不會在意我的想法 因為大人其實個人講話呢 都不會不管你的反應 他們自己講自己爽嘛對不對 因為自己講話的話 這個ドパミ就會分泌して 気持ちいいでしょ 而且你周圍好像會有比較多是女生 姐姐啊 對… 那我這一次呢就是 也是用馬來西亞的態度 去對待這個大叔的時候呢 就被他… 他說 なんだそとめわ なんだそとめわ そとめでおでおみるら 你那是什麼眼睛 不要用那雙眼睛看我 被吐槽眼神 被吐槽我的眼神耶 我當時要覺得很開心耶 因為這個我做了30年沒有人吐槽過 在馬來西亞齁 給大家看… 給大家看那個 就是yesともnoとも言わない 不肯定也不否定 對 然後じっとみる じっとみるよね 你沒有看過 我沒有看過 哇 欸 很欠揍耶 很欠揍耶 在這個眼神 看對方 不是 你們知道那時候我被大叔嗆 你那什麼眼神 你知道我怎麼回答嗎 我很老實 我很老實的跟他說 你一直被說什麼然後那個的臉 他就說我既然就很無聊的內容說什麼 這個日本…你不覺得日本人喜歡戴口袋嗎 有關口袋這個文化你們六題品可以介紹啊 可以去interview什麼的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 我就是很開心 因為大叔他在意到我的這個… 看到我的心裡 reactionに困ってる reactionに困ってる 我不知道要怎麼反應 我最喜歡要不要說A還是B還是C 對 我說我現在呢 有幾個答案可以回答你 我就是在… 現在還在想A B C D哪一個答案適合回答你 A B C Dじゃねーよ 我選擇的文 我選擇的文 對 我覺得很好笑 これはさっしの文化だよね 人在那一舉一動的日本人會見る でしょ 酔っぱらってても気づく 酔っぱらってても 他喝很醉 但他還是發現到我的一個小舉動 對 我為什麼會覺得開心 我會…為什麼會覺得開心是因為 可能是Ryu呢 天生對察覺文化的飢渴感的よね 多分飢えてる俺 那個眼神是… 流問弦的弦的部分 我反而覺得很羨慕 你可以做那個態度來聽別人講話的 因為我有很多時候是 會配合對方 然後… 太…做多… 確かにねー 確かにねー 分かるー 那樣的聊天方式的話 一直不能夠聊到很深的地方 因為日本… 沒有 這是日本的文化啦 就是以共鳴為前提 共感為前提的 とりあえずこう reactionするよね そう 就像自己沒有那麼覺得也會 確かにねー 確實… 對… の文化だから 可是你的那個眼神的時候 你是在想… あの…不會馬上回答 你先聽… 然後聽完之後 想要怎麼回答呢 然後回答這個tempo的話 而且你這個方式的時候說得很… なんか本質をついてるというか… 很賢い開始する そう だから賢い開始する できないからって思うんだよね 我也想要耍帥啊 在大叔面前我也想要 有一個就講出來 他會笑的或者是講出來的 他會覺得我すげっていうことを 言いたかった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よね だからちょっとじっと うーんみたいな 那個さしぶんが 突然覺得害羞 他可能知道自己在講冷笑話 那所以他覺得說 可能在我的眼神裡面他看出鄙視 他自己也沒有自信 對自己也沒有自信 我覺得很有壓力這樣子的さしぶんが そうだよね 因為さしぶんが 其實跟剛剛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give and take 一緒だよね 就是如果別人一直察覺你的一舉移動 也就是說你要去察覺別人的一舉一動 所以這個呢會造成說 大家來日本的會覺得很累 因為如果日本人這麼對你的話 你不對人家 人家怎麼想 你會去想像嘛 那想像就會讓你覺得 造成這個心理壓力 所以在日本就覺得活得很累 那六呢 最近有一個很厲害的想法 給對方 是支配對方嘛 對不對 那我讓對方給我 讓對方支配我也是一種給對方 難怪 こう だから一周回ってこうこうみたい だから例えば あの 例如 例如說你給我一千塊 嗯 普通だったら ややややや… でしょ ありがとう っていうのも一つの 私は実際 我實際上是得到一千塊 我讓你給我一千塊 也是一種讓 だから 言葉に甘えてありがとう っていうスタンス 素直に受け取ること 本心からありがとうって受け取ること 大家也應該會有幾個故事 跟日本的一起過新年 怎麼體驗啊 對 應該每個人 都不同嘛 都不同 大家有什麼想法的話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嗯 好 那今天就是我們新年 在日本過的一些小感想跟大家分享 謝謝Yuma主持人 はい 建年主持人頑張ります はい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じゃあ 次の動画で会いましょう バイバイ バイバイ 你訂閱了嗎 還沒有的話 拜託大家訂閱我們RiuTV 按這裡按這裡 還有不要忘記開小鈴鐺喔 バイバイ